ondsoulou 園芋圈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叫做經紀人 那經紀人的工作是什麼呢 待會兒我們就要問兩位經紀人 這兩位經紀人呢 跟別的經紀人 跟藝人的關係比較不一樣 因為別的經紀人 說這麼白 那這個的經紀人 是因為上床了以後變成經紀人 對不對 應該是說 這個經紀人跟他上床是合法的 合法的 好 今天呢 所以我們請到兩對 這非常特別 他們結婚 其實都是三...兩三年嘛 對不對 三年 三年 我們兩個剩下兩次 我們還前輩耶 好 那他們的關係呢 也從愛人變老婆變經紀人 愛人變老公變經紀人 所以呢 待會兒我們就要請他來講講 這個經紀人的工作到底是什麼 經紀人其實是一個非常難做的工作 對不對 他要看到藝人的好 把他發揚光大 把他促銷出去 他要看到藝人的缺點 把他掩蓋起來 讓他改進 對不對 然後呢 又要像家人一樣 要覺得他最好 但是又不能像媽媽一樣 都覺得你好 其實要看到你的不好 對不對 對 有沒有道理 一定要這樣子 而且經紀人 多半做的一件事情是 對 他不想去說 要讓藝人變好人 我們經紀人變壞人 對 小燕姐 妳好了解經紀人 因為小燕姐是經紀人 妳就是台灣最厲害的經紀人 對不對 我這個經紀人很糟糕 我是屬於 是無為而至本的 放牛至少 來 請坐... 經紀人其實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妳看到妳藝人的好跟缺點 通常我覺得 有的時候我會跟我家裡藝人講 我說 我覺得稱讚的話 應該讓別人去講 別人來說 果樂妳好棒 妳好棒 我說我應該就在講妳哪裡不好 因為那些話通常人家不會講 妳穿成什麼樣子 大家都說妳穿得好好看喔 妳不能一直講不好的啊 他就是從頭到尾 從來也沒稱讚過我 可是我都有常常講好話耶 妳都有講好話 我如果不講好話的話 我們家藝人啊 妳問到黃國文老師的內心 有多多脆弱 最近都是每個禮拜要一起錄 昨天小燕姐一起那個 做那個節目嗎 我看到了一個奇景 就突然之間她接了一個電話 然後就... 各位 不是只是點頭喔 因為我覺得 什麼電話五分鐘 這個人不講話呢 我就走過去 而且耐心嗎 我有幾度想插畫 但是一直找不到點 是不是 不是 小燕姐 15分鐘以後她才... 好 我覺得這個... 然後小燕姐就說了... 做了一個評論 就是說她說 她從來沒有看過一個藝人 這電話有15分鐘是沈默 我覺得她如果把電話放下 然後去換個裝回來 她可以再講了 這個厲害...這個對... 所以其實耐心妳並不知道 有時候妳打長度電話 給我聊天的時候 其實我中間有一段時間去洗澡 然後我回來直接就接受 OK 然後... 沒有 我到底在說什麼呢 沒有 因為耐心就是... 因為耐心有很多感覺嘛 那她很喜歡跟我講話 那這樣很好 可是明明就你問我了 沒有 可是我只問了一句 好 其實兩個人都是搭配好的 其實...好 我們先問這一位 靠耐心小姐這個經紀人 因為你經紀的黃國倫 是一個屬於藝術家天分的藝人 這個很難搞 對不對 他不是比如說新人或什麼 他已經已成名 已有作品 對不對 然後... 對不對 有在笑嗎 個性... 以前你個性真的很古怪 很古怪 你問小燕姐 你沒有扣耐心 你這時候你很古怪 小燕姐 我抱一個小料好了 我在當年的時候 我有一個經紀人 是台灣很有名的經紀人 叫葛福宏 葛姐 他有理你嗎 他有理你嗎 我出唱片的時候 他帶我去好萊塢買衣服耶 這算是... 因為他是... 我想他自己想去好萊塢 你買衣服真的不必去好萊塢 你去日本就可以了 是真的 他帶我去好萊塢 可是都在買他的衣服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有一天我們在那個... 那個凱樂飯店坐下來吃飯 葛姐很語重性上 葛姐是這麼大的經紀人 帶過多少藝人 你看 他跟我說了一句話 他說國人 我覺得你很難搞 我說葛姐 怎麼這樣講 他說我遇過非常多難搞的藝人 但你最難搞 我那時候才知道 我個性古怪 對 其實藝人有三種最難搞 哪三種 一 一 不要臉 二 不要命 三 不要錢 這都很難搞 這是第三種 不要...有藝人不要錢啊 你就是喔 就是不是錢多 她就會同意 可是也就是說 我就是屬於那一種 就是沒有辦法用錢來打動妳 那怎麼辦 對 你也是第三 要命 也要臉 這件有三種藝人 就叫三部藝人 都很難搞 對 是不是 是 那我是屬於哪一種 我是屬於... 很要臉對不對 我是屬於不要命的人 也還好 也還好 但是妳是屬於那種 搞不定自己 對 搞不定自己 我自己自相矛盾 因為我的... 我覺得是因為我的星座 跟我的血型是差很遠的 我射手座就是什麼都好的 然後我的A型是因為 我什麼都覺得 好像很沒有安全感 所以說我上完節目之後 我不看電視的 我從來不看我自己的... 為什麼 妳怕嗎 不敢 所以說我常常就是 就是只要回到家 因為我的聲音很特殊 有很多 像我坐計程車 人家沒有化妝 沒有認出我來 就聽聲音說 你知道嗎 所以我的聲音非常特殊 那我常常就有時候 不小心轉到 轉到一看到我 聲音一出來 我就趕快跳台 你知道嗎 他在洗澡都可以講 我現在要自己面對一下 就看一下... 他就是坐在旁邊 妳就不像我們黃國恩老師 是這麼用功 他要都把它錄下來 我沒有辦法 妳看好幾遍 那是自戀型 而且他還會算一個 小燕姐 你無法想像的事 他會算他出現的時間有多長 跟別的藝人比起來差幾分鐘 甚至飛...很恐怖 因為... 他還會問我說 今天的預告有剪幾段是我 所以小燕姐 真的嗎 妳這是很難搞的藝人耶 很難搞耶 而且他會心細如法道 我都常常會覺得冒冷汗 他會跟我講說 老婆 你覺得那... 你幫我看一下那個收視率 大概是在 我是在第幾段出現 我都要對這個 然後跟他講說 因為你知道我如果當藝人 我們每次出來 收視率都低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要檢討 我們必須要檢討 如果都很高的話 我們也要開心 我就說想要了解 到底觀眾是怎麼評價 我們這段表演 那我是很敢去面對 我有一個例子 有一次他上那個康熙 然後上完以後 他回來跟我講說 我今天都沒有講到話 我說怎麼會呢 他說我都講不到話 我說真的 那我們來看重播 然後呢 因為我們家... 沒有... 他那天... 他那天在跟我媽去 然後呢 還有 他講不到話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奶昇媽 你應該是跟蔡奶昇上節目 才講不到話 沒有... 他那天... 他那天在跟我媽去 然後呢 還有 他講不到話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奶昇媽 你知道 跟奶昇只是講不到話 跟他媽媽 因為我覺得在一個節目 我沒有出現到四十分鐘 我就覺得沒有出現到 一個小時的節目 總長也只有四十七分鐘 對啊 你是要幹嘛 最慘的 沒有...開玩笑 鏡頭都用Long的 都用Long的 只是可能跟岳母在一起 都會覺得說好像很忐忑啦 對啊 所以我常常就是要安撫他 要做心理輔導 因為他是一個 非常在意自己表現的藝人 你是這樣子 我覺得你應該 好像那個時候 看起來你是不是很想... 很喜歡上節目 對 其實不是啊 但我上了以後會很怕 他很在意 我很在意就是 因為你知道 一波全世界都看到 因為YouTube嘛 沒有全世界 沒有全世界 果然很在乎 很在乎 我也很在乎 可是我有 就是覺得說 如果這一次突然 那可不可以下一次改進 我也是很在乎的 但是我是選擇逃避啦 因為我接節目我會有 上節目前的焦慮症 跟上完節目後的憂鬱症 因為上... 不是... 你接的東西 你就會很焦慮啊 因為你覺得你... 你沒有辦法掌控啊 你也不知道是怎麼樣啊 就很焦慮... 然後等你上完之後 那一天你覺得 你表現不好的話 因為有講真的 就是人家請你 然後又那麼貴 然後你萬一那天表現不好 讓人家收視率變得不好 怎麼辦 然後回去以後 我也會覺得說 我那天...那句話 我應該怎麼接 一邊洗澡 一邊想 然後就越焦慮... 然後回去就覺得很不足 到最後我就選擇 算了 不接 不面對 OK 他會在接之前 他要想清楚他到底要不要接 我接了之後我能表現什麼 他要想這兩件事情 他不會說 來了...我接了 上 放很輕鬆 然後隨便對一對 他一個講得非常仔細 有一次我去接那個 愛友我的媽 就小康主持嘛 小康自己的學弟 應該也很熟 對不對 那後來我就問他 我說那一集 我說我們要做什麼 他說你就是做變裝 你先打扮得漂亮的去 他們會幫你準備衣服 然後變得那種 變裝就是你 平常都不會做的造型 然後我就去啦 去到那邊以後 變裝 就畫那種黑色的口紅 黑色的指甲油 就還Rock那樣子 那我覺得OK啊 然後上場的時候 然後我們四個人還要比賽 你還要比賽分數 我跟黃小柔這些年輕人 然後要比Rock 怎麼比還這樣 你知道 我瘋了你知道 我甩得頭都冤了 然後跪在地上我想 那個跪在地上 其實不是我願意的 然後還要撐起來 然後還好我有跳舞 我會跳舞 然後我就下腰... 然後最後得 雖然名次還不錯 可是我覺得好丟臉 你知道 而且他沒有告訴我 你知道我一把火 我站在後... 其實... 靚姐 我要告訴你 真的不丟臉 因為剛才那一段沒有定期嗎 裝賣也不對 你知道現在我們這兩隊 所以最有趣的是 經紀人跟我們接了活動以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回家 跟老婆商量 那該怎麼辦呢 就是說他幫我接了活動 我就想說 我可不可以稍微跟我老婆商量 老婆 妳覺得怎麼樣 姐 當然我覺得你老婆 其實是幫你打開一扇窗 當然 我非常感謝她 對不對... 也打開了一個門 對不對 但是在打開窗 打開門之前 你有沒有最近覺得哪一個 她幫你接的 就像她的心情一樣 有 有吧 小燕姐 是每一個 她從來都不滿意 我幫她接的事 每一個事情我接完以後 她就會先擺臉就說 為什麼要接這個 她最近在內地 主持了一個節目 還不錯 很受好評 她就有一天跟我講說 老公 我那個新節目 妳要不要來上節目 我說OK啊 當然囉 我說老婆 我當然挺啊 對 然後我說價錢 她說價錢 我看到那個價錢 就是 而且那個車馬費 還是台幣的車馬費 我說至少換成人民幣可以嗎 然後她就說 然後我說老婆 妳為什麼會幫我接這個節目 妳不知道這很低嗎 她說老公 妳不挺我 我說請問妳現在是經紀人還是老婆 因為那時候如果經紀人幫我接節目 我是不是應該要有 至少要有我們的通告費 或是談一個好的價碼 可是如果是老婆要我去挺 我們沒有錢也要去挺對不對 對 可是我覺得這就衝突 所以呢 妳是妳們那個小小的台幣啊 就送給老婆個禮物 我可以講嗎 小燕姐 我跟妳講 她那時候真的不是像她現在這個態度 真的不是 她真的很...就是很讓我覺得很受傷的態度 她就說 妳說我講個理由啊 這個價錢我為什麼要去 這樣子不會讓我覺得整個身價很低嗎 我說 可是因為我們這節目 本來就小本經營 我說而且妳來挺我一下 我說因為我們這節目剛開始 而且現在收視率不錯 她說收視率不錯的意思是說 不是 那個意思 妳是不是很難搞的藝人啊 然後妳剛剛還說 小燕姐 那個時候是自動取消妳的合約了 對不對 而且妳知道她還有說什麼 她還說 她還會忍半年 她有半年是不是 忍耐的半年是不是 然後她還跟我講 她說 一般經紀人都是會替藝人爭取福利 妳這個經紀人 只會把我大方賤賣 是不是 然後你知道 弄到我很氣 我後來就真的一邊流淚 一邊飆她 然後小燕姐真的跟妳開場白 我說一模一樣 我說 妳知不知道 本來是藝人跟經紀人上床之後 什麼都要替經紀人 妳知道知道 從妳上了我的床之後 我叫妳接什麼 妳叫我接什麼 妳找不到 然後她就... 閉嘴 她說老婆 其實 我本來就會挺妳啊 妳何必這麼激動 妳何必一定要讓她激動成這樣子 我沒妳那麼難搞耶 我老公接通告我最後... 我說這個通告我真的不想接 然後她想說不行 我已經接了 我說 那妳自己去啊 我說沒辦法畫都畫得這個樣子啊 他說我可以戴假髮上 我就去啦 我說妳去啊 我只是想了解就是說 其實因為經紀人跟老婆其實 是應該是分開的 她是兩個 就算是同一個人 但是她有兩個角色嘛 兩個角色 我只是覺得說 這時候妳希望我去上節目 如果妳說老公 挺我一下 不要說去上節目 我們去幫我站台 我當然願意 但是我覺得你們這樣子的問題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你們在剛開始的時候 你們兩個 他們兩個一起去尾牙嘛 然後呢 這個寇乃馨就覺得 我們兩個人一起去 然後呢 價錢就不用兩個人的份 那這樣子的話 很能接受 很能接受 又有唱的 又有主持的對不對 然後兩個人 黃國倫就不認為喔 是買我送你 還是買你送我呢 是不是 你很在意接的對不對 有一天我老婆就說 老公 我接到一個尾牙 我們一起 我說真的嗎 我現在舉個例子啦 我說那妳一個人接多少 舉個例子 她一個人接40 她說好棒喔 那我們兩個 我說四十五 我說什麼 妳只值五萬是不是 等一下反過來講 事實上是妳幫撐了她街道 因為她提了妳 對... 而且四十五 就是多了多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我老婆講得對 她說能夠多一點點 夫妻又可以在一起 為什麼不 我們又不會分開 又可以一起去賺錢 多...還有多一點點 那我說我要做什麼 主持 還要唱歌 還要幫員工做評審 所以她說 到底是買我送你還是買一點 可是她那時候她會生氣啦 她就說那這樣好了 那我拿五 四十給妳 我說老婆不是這樣算 我說妳當經紀人 有時候不要把老婆的那種 感覺帶進來 我說有時候公司就會... 我心裡真正的想法 其實非常幼稚 只是我想跟她一起而已 因為我覺得我們如果分開 可能就見不到面嘛 那現在妳就是到大陸 就見不到面啊 對不對 所以我就會盡量的想說 她可以去上我的節目 而且她現在經紀人更厲害了 妳剛才聽到是不是夠厲害 現在更厲害 她在經紀人開始幫我推工作 因為這樣我才有時間陪她 妳有聽過經紀人一直推工作嗎 我就問妳... 我有沒有問妳 妳自己說 我就問她說 我說請問 妳覺得我們在一起比較重要 還是發展事業比較重要 她說當然是我們在一起 那就是一個金牌令件啊 她都已經說了我們在一起 比較重要 然後黃國倫 妳雖然難搞 妳真的盲點很多耶 抓得住妳的盲點耶 可是小燕姐 沒有 說發展事業很重要 沒有 我有說實在 小燕姐說實在 如果我今天也接了很多工作 因為特別是內地的工作 又是分隔很遠的 那我覺得一接的話 其實我們算過 搞不好一兩個月都不要見面 但我覺得夫妻呢 還是要躺在見面 不能不在一起 因為有時候我們演戲 有時候突然會有一些角色喔 是必須有觀眾認識她一點 但是問題是呢 妳就不能找那種平常的什麼大特啊 或是什麼的 然後剛好我們如果有去演的話 然後說請Michael哥幫忙 請Michael哥幫忙 然後她就去演了 她去演的話 有一部戲是我沒有演的 然後回家就有劇本啊 然後我就叫她來演 然後我還跟她設定 我說如果導演鏡頭在... 妳這邊拍的話 那個演員會在哪裡 妳要看哪裡 講哪裡 就是以一個前輩的人對不對 然後那我一直要跟她對詞 我說妳詞一定要備手 對不對 我講完以後妳講 我要去扮演裡面的角色 然後我一下跑這邊... 然後扮演角色 妳要知道我在講什麼 妳要對什麼 她每天被...她就被我罵到 妳知道嗎 因為講完以後她對不下去 我說妳這樣怎麼可以 沒有...不要緊張... 好 我再備... 然後被我罵了一天 第二天她就回來就... 我說妳今天怎麼樣 有沒有NG 她說沒有 然後我說 那是因為我昨天對得好 她說哪有 她說我到現場 因為製作單位發錯通告 我的對象本來是一個 50歲的老人 結果呢 她發錯通告 變成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所以劇本全改 導演劇本全改 說心好她沒背好 對 背白背 而且白背會煩會受干擾 對 她說 對 現場給我改完以後 她說我都沒有NG 好棒喔 好厲害喔 天生藝人這樣 對 然後演出來以後呢 我看以後妳也會變成經紀人喔 所以我覺得 以前我覺得我有很多部分 是比她強的 可是問題是她才出來這樣子 踏一腳 對不對 因為鄺明傑在之前喔 並不算是一個好搞的人 對不對 是不是 因為她就是這個... 我有自己很多的堅持 有自己很多的堅持 我覺得妳不要問 她的資歷跟經驗又更豐富了 對 而且鄺明傑有的時候就是像... 一進來的時候就是小公主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慢慢慢慢其實變大姐 但她不自己不覺得她是姐這輩子 對不對 我都要...我還要跟人家爭 她沒有意識到她其實已經是 是...對不對 對 對 所以她有的時候接通告啊 情緒不好啊 反而會弄這樣 現在大家窗口都變成Michael了對不對 因為我現在電話都她接嘛 那有時候她不在的時候 我看到她電話響以後 我就接了 我一接 然後對方就... 小玲姐嗎 我說對 她說 那她也...我也認識啊 她就發通告的啊 我說Michael哥現在在忙耶 我說什麼事嗎 她說沒關係... 她什麼時候忙啊 我10分鐘以後再打給她好了 我就覺得怪 幹嘛 然後結果10分鐘以後 她打給她之後 我就問她說她要幹嘛 她說沒幹嘛 她發通告啊 我說我發誰的通告 發你的嗎 還是發我的 她說發你的呀 那我說剛剛就我接電話 她幹嘛不跟我講 她不想跟你講話 她就說不好瞧啊 不好瞧啊 對啊 我就後來... 我就後來我錄影的時候 我就問她 我說 那天不是我在接電話嗎 你直接就告訴我說 哪一天你有沒有空啊或什麼啊 對不對 我說你幹嘛要找Michael哥 她說 因為她有時候開頭講的話 不給人家壓力 因為我不認識她 我就說 喂 你來... 身是冷的 沒有了 她身是冷的 然後就... 那要去幹什麼 對... 要去幹什麼 確定嗎 那這個人家小朋友就很害怕 對 你知道為什麼那個蕊通告 一直換嗎 你知道我以前就會這樣嗎 蕊通告是跟妳蕊還是跟他人 跟他人 當然跟我蕊啊 因為跟我蕊的麻煩會是 我會累嗎 因為你知道如果跟我蕊完以後 我要是多講了不該講的 他不想講的 或是我沒講他想講的呢 到時候我就麻煩了 真的嗎 是 包括節目播出以後 萬一呢 有時候我們一起上通告 我也會很緊張啊 因為回來在看那個錄影帶 檢討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 妳這句話為什麼要這樣講 妳為什麼要這樣 我這樣說好了 他上通告之前 包括他做評審 已經做這麼多年囉 他會聽每個選手 比他們要唱的歌 他會做功課 然後他甚至現在還會 常常進修看書 他會一直充實自己 所以他會覺得這些事情 他一定要做到完美 那我的個性比較大剌剌的 我就覺得差不多就好 去就好啦 經紀人就是把妳踹出去了 對...妳一定OK的 妳這個...妳反應覺得OK的 可是他不會這樣想 所以有時候我就說 Reconel跟他忍 因為他說了算 如果我講了 他沒講 到時候他就會說 你為什麼講這個 或是你為什麼沒講 譬如說他前一陣子 不是去參加一個歌唱比賽的節目 輸了嗎 那那個節目 我就一直冒冷汗 我想說這個節目是我接的 他要是輸了回來 我就說 妳今天贏了還是輸了 他說 這樣子啊 然後我就說 輸了比較好 輸了才會有新聞點啊 他們一定是拿妳這段做預告吧 我說製作單位一定是把 唱得最好那個人 故意排給妳 一定是他們這段的亮點 後來真的 那段新聞很漂亮 然後收視也很漂亮 可是這個 因為我知道要怎麼說服他 因為他其實是很在乎唱歌的人 那所以唱歌輸了 他一定會難過 可是我覺得事實上我就說 是那幾個... 還好 你給牙搖竊子 是幾個DJ呢 他們覺得要留那個女生 我說因為這個參賽者 如果輸給你 他就不能往下走了 那個女生也真的唱得不錯 因為他才入圍金舉獎最佳新人嘛 那不錯啦 但是他也唱得很好 我說可是所有的觀眾呢 都聽到你唱的歌了 這就是那一集的價值 我覺得經紀人還有一個工作 就一直要哄那個藝人 沒錯 是不是 要...要給他心靈介紹 有啊 一定要喔 哪有 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棒子跟蘿蔔有時候 看什麼順序嘛 對不對 是不是 要有棒子也要有蘿蔔 你這樣講得好難耶 大家好清楚明白喔 可是他... 就像教官式的教育文 你知道嗎 對啊 所以他其實 我覺得他很少稱讚我 很少 除了因為哭戲 哭戲他贏不過我之外 他演戲隨便演演看 兩集都贏過我 我知道怎麼樣處理這個方法 我知道國外有個大明星 他專門請一個人 他的工作就是稱讚他 例如說他的化妝的時候 他就說 老闆 我今天帥帶你 真的是壞事件 偉大的就是Superstar 貓王都比不上你 然後就這樣... 然後上台一直走的時候 那個助理就說 你真的好帥 那帥好帥 你真的是最帥 這是他的工作 黃國倫 真的嗎 黃國倫 你知道 到台都是怎麼死在沙灘上 你知道嗎 就是... 尤其是穿得很難看的衣服 旁邊的人說 好看... 上去都難看什麼 他看報紙的嗎 對 其實夫妻兩個人喔 在一起工作 當然有優點也有缺點啊 對不對 就是有優點也有缺點 我覺得最難的事情 妳覺得最難是什麼 他以前在葛小姐那裡 還有一個小助理跟的 對 有啊... 有 你當了經紀人以後 他就自己領爆 有啦 我們還是有助理啦 可是他基本上... 我們助理都跟他啦 哪有啊 也是跟你吧 他沒有跟我 每次錄影 我都跟他一個人 一個人來 一個人換衣服 男生要什麼助理啊 對 然後我還問她說 請問同編多少 含睡 然後還拿計算機 那這個經紀人就太糟了 我基本上呢 沒有 但是... 我們是講好 其實我覺得喔 他只要去幫我接工作 我如果能夠連修水管 我都自己來 那我覺得那個寫發票 然後有好幾個藝人就說 Moron 妳是妳自己寫發票嗎 對啊 我說不好意思 給妳看看 其實我不是自己寫 這個...Michael會幫你做吧 都會 這個都會 真的還假的 基本上我會把所有事情 都把它... 妳有幫他開的發票 他不用自己看 自己打計算機 不會啊 我不會啊 我只要他告訴我 我這一集 我10拿多少就好 其他你都要處理 我還要自己換副鞋子耶 四張 偷出來 再換四張 這一點對不起喔 郭乃馨小姐 妳便宜一點的 包裹式的把它賣了 我覺得OK的 夫妻在一起 這...讓黃國倫老師 自己在那裡憑良心講 我有時候走過去看 覺得有點... 對啊 如果這時候再配上 阿咪的音樂的話 就很欣賞 不是 自己還要拿著自己的西裝 對不對 小包還有Pet什麼 這樣還在鞋 我這樣好了 小燕姐都說話了 那以後助理就跟你好不好 OK的 其實沒關係 其實我喜歡鞋 因為我怕她 有時候除會除錯 我都不喜歡鞋 其實妳知道嗎 小燕姐 我真的不在乎這些 等一下 我想知道 拿西裝 拎包包 弄副鞋子 我都覺得那是極小的事情 我們也就是跟一般人一樣啊 那所以呢 你在乎是什麼呢 我在乎就是 我想知道 對不起啊 經紀人的工作 做完經紀的工作 是要抽成的 是 她有抽成嗎 沒有 我真的沒有抽成嗎 小燕姐 所以妳賺得進妳的戶頭 她賺得進她的戶頭 是的 第一天當她經紀人到現在 妳完全沒有抽成 那是應該的 那是應該的 助理不要給她 那應該的 小燕姐 妳有誤會 而且... 而且妳的衣服 妳的包包 妳的手錶 基本上妳的鞋子這些東西 是不是都是我買單 妳吃 妳喝 是不是都算我的 助理費是我出的 抗議 我跟妳講 妳這樣混淆視聽 雖然錢進我的戶頭 但是 印章跟那個純澤都在她那邊啊 這算什麼東西呢 我沒插話 本來想贊成她的 就來這樣做幹嘛 事情就是越說越密 對不對 進我那邊有什麼用 我連提款卡都沒有 那是因為 我可以看到數字啊 但我不能領啊 對 妳要講到 說到話 黃老師 放我這裡 可是我沒有用啊 也是啊 其實我跟你講 我跟我老婆的金錢觀喔 其實... 很淡薄 很淡薄 很... 不能講淡薄 講不出來是不是 不會 講到淡薄 每個製作單位都會說 那少一點可能 我覺得我的錢就是妳的錢 妳的錢就是我的錢 那我虧啊 她這邊賺比較多 但是妳知道 我有一次真的跟她吵到 我生氣 我就對著乃馨冷冷的說 乃馨 然後她就流淚了 然後她說 好吧 我們就冷戰嘛 隔天通告就敲到...打來 我說去找乃馨 你還講得出口嗎 沒有 不是 因為我在講說 這樣處理好麻煩 因為我自己開發票 還要自己接電話嗎 然後乃馨就說 妳為什麼叫那個通告 打電話給我 我不是被犯了嗎 我說乃馨 好快... 很過分對不對 這很過分 這很過分 不是啦 因為我發覺 我沒有辦法沒有她啦 你們兩個好負責 對 你們自己就比較對不對 我們就很單純 沒有 我就說妳可以犯我啊 我就說妳可以犯我這個經紀人啊 但我可以犯妳這個老公吧 犯 妳真的會犯啊 真的啊 我就覺得說 妳為什麼我這輩子有欠妳什麼忙 我為妳做牛做馬 拋頭如灑熱血 然後一路上都為妳什麼 你知道我這輩子在演藝圈 少數幾個跟人家翻臉或吵架 都是為了黃國倫 我自己一個人在村內 其實EQ也算高 我基本上不太得罪大哥大姐的 至少我嘴巴也算還甜 只有幾次是為了黃國倫 我是真的料狠話耶 他那時候做評審的時候 旁邊有一個評審 就是常常會語帶尖刻酸他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我就打電話去製作單位了 我第一次這麼兇 我就說 可不可以請你們轉告某某某老師 如果他在這樣對黃國倫老師 說話的話呢 我一定會翻臉 我說如果你們不講的話 我就親自到他面前去講 在錄影前跟他講說 你再對黃國倫不那個 我就跟妳翻臉 奶昕姐 不要這樣 那個老師他不是惡意 他其實很善良 我說 那我就請他嘴巴放近一點 那我平常是不會這樣講話的喔 然後我也是為了他 跟人家呢 又有一些人惡意陷害他 我也是第一次跟媒體料狠話 說我告到底 我拚了 可是這不是我的個性啊 可是我那天就在跟... 做經紀人連個性都會改變 對 就是有點公私不分 但是只要是人家惹到我老公 應該是不是他為了我 因為他願意得罪這個世界 在所不惜 我會 因為... 你還有什麼好抱怨的 你還有什麼不要抱怨的 我現在宣布 真的嗎 你老婆付出這麼多 對 很難得啊 我的老公是比較相反的 相反的 對 因為最近呢 有很多的朋友看到我都說 小蓮姐 我太感謝你了 然後每個人 就我跟他們的關係 都變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我就說 你會感謝我什麼 他說 我感謝你讓我認識了Michael哥 為什麼 就是媽媽很非常細心的人 那他呢就是 就是每天他都... 因為他會負責接送我 發票當然也是他開 而且他會負責接送我 我們的那些工作人員都會 每次他來接我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 娃娃...娃娃車的司機來啦 然後不然他來看我的時候 就會說娃娃... 員長來囉 然後呢 他會... 就是我們旁邊的這些藝人 如果他有一些些的心裡不舒服 或是他有一些 稍微胖一點 瘦一點 然後任何的頭髮的改變 顏色的改變 他統統看得出來 他就會一到了現場就說 你今天心情不好 我說哪有 他有心情不好嗎 我說我心情很不好 我說我跟你聊了一... 聊了那麼久 你完全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所以他就會說 所以其實Michael是個細心 非常非常 而且他可以幫...就是他... 幫你做一些人員 對不對 其實經紀人喔 有的時候做黑人 有的時候其實也是要幫他的藝人 做人 對不對 其實是這樣 他可以幫我低聲下去的 去喬一些通告 我在旁邊看就是 我會為他感覺... 我會覺得為了我... 也不至於低聲下去 是你要去了解他 他弄錯了 你用什麼方法就告訴他 你是錯的喔 對 所以人家都會變成... 跟他變成真的很好 所以我發現經紀人有兩種 一種是屬於獅子型的 對不對 對 他會長這樣嘛 你是... 互...互主心切 那這個Michael這個是非常好 是EQ很好 就是... 因為邝明傑脾氣不好 所以他就需要... 沒有...我比較... 躁一點而已 躁一點而已 我躁的是比較脆弱一點 對 那藝術家嘛 是一個易脆的花 青花瓷好不好 小燕姐好 經紀人還有一件事情要做 我覺得也是我跟他 有時候會有點爭執的就是 就是發新聞 因為有時候 經紀人是必須要替藝人宣傳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我也有點委屈 譬如說 我們在結婚 其實是發了非常多新聞的一件事 可是那件事情 我真的是用心良苦 我很希望大家知道 黃國倫的情報 所以你知道我們那時候的結婚的婚禮 我們所有東西都是代言嘛 從珠寶到婚紗 一直到我們拍婚紗 對 然後可是我認為這件事情 我不是為了賺錢 我只是想要讓在媒體 最多聚焦的時候告訴大家說 我的藝人他有哪些優點 所以我的婚紗 我跟媒體講說 我不要穿高價的婚紗 我要我老公設計 因為我知道他很會畫畫 所以我幫他設計婚紗 所以我讓他設計婚紗 然後呢 要曝光他的設計圖 然後再...做出來再走秀 然後呢 我也讓他呢 在婚禮上做演唱會 你知道這件事情他跟我吵死了 他說 為什麼我做新郎還要做演唱會 你為什麼要這麼功利 我說我又沒有賺一分錢 怎麼說功利呢 好 講到這裡 你所有做的事情我都能贊成 只有這一件事情 我是覺得有點Over 你說婚禮嗎 婚禮 對 她婚禮做演唱會Over 妳知道嗎 妳知道嗎 不是... 王力... 婚禮來參加的人 沒辦法待那麼久 她...她們就都有待下來 因為演唱會玩還要晚宴 對 因為她們如果先走的話 我們就不讓她去晚宴 因為... 不會 但是小燕姐 我聽我老婆講一句話 對啊 那一次演唱會辦得很成功 對 其實你知道 妳老公是喜歡唱歌的 但是我覺得喔 一個經紀人對媒體來講 發新聞這件事情 我希望是... 其實喔 作為一個藝人 生活越低調越好 因為其實媒體是無法 我們自己去操控的 對 當然 如果你有好的事情 媒體自然會寫 如果事情不好 最好低調處理 沒錯 就像前一樣的 前四個角 你去追她很辛苦 對不對 那你做的 她來了 這就很好 但是我必須說啦 我覺得謝謝小燕姐的指教 那...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中年紀念... 對 我不就不會再辦個禮場 我意思是說 她 乃欣真的是用生命 對 在護衛你 全然的在奉獻 我感受到 所以我是一個非常忙的新郎 我還要設計婚禱 然後還要去收禮金 對 所以我覺得說 她開發票對不對 但是我知道 她要付飯店的錢還... 所以現在我非常信任乃欣 乃欣幫我接手 就算我接那個通告回來 其實我們現在很少為這個 工作的事情不開心了 現在才...等一下 現在才三年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 謝謝... 今天在節目裡頭 訪問兩對夫婦 這兩對的夫婦呢 很特別 因為黃國倫 和她的夫人寇乃欣 寇乃欣 卻是黃國倫的經紀人 麥可哥跟邝明傑 而麥可哥 現在已經轉為 他的經紀人 還有他的助理 我記得在以前那個年代 還沒有什麼叫經紀人 通常那個時候 就出現了一個人物 叫做新媽 或者是新爸 通常都是幫自己的孩子 家中的一員 當藝人 他來處理一些合約啦 不愉快的事情啦 溝通啦 往往我們把這個壞人 製作單位 都覺得新媽最難搞 後來演藝工作 步上了陣途以後 真正就出現了經紀人 這份工作 常常人家說經紀人 是一個很難做的工作 要促銷你的藝人 要看到你的藝人好 也要看到你的藝人缺點 要為他擋不好的事情 又要為他溝通 讓人家覺得你的藝人 是最好的 最麻煩的就是經紀人 因為你要保護他的權益 以前我們常說 新媽新媽 看事情都沒有辦法 看得完整 因為就是公私不分明 但是今天 寇乃欣是黃國仁的經紀人 Michael是邝明姐的經紀人 我為什麼選黃國仁這首歌呢 因為經紀人不好做 而你們都是願意為你們那一半 來做很多苦勞 來為他擔心 來為他做壞人 來為他思考怎麼樣 他可以在節目上 或者是螢幕上表現更好 但是也因為公私不分明 寇乃欣說 我沒有抽成喔 Michael哥說 我還得接送喔 其實在今天他們兩夫婦 邊談邊笑當中 我只是默默在看 其實也很難有人 可以做黃國仁的經紀人 那邝明姐也像Michael哥講的 有誰更了解你 只有Michael哥可以知道 你一直在用自己的思考方式 在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當你做你自己的經紀人的時候 那真是更公私不分明了 那夫婦兩個有一個是他的經紀人 合約會麻煩嗎 對了 那就是麻煩 因為你們兩個就必須在一起 他沒有合約 他沒有年限 你們一定要在一起 那你的經紀人 就一定能夠好好的為你做事 今天非常謝謝你們兩個來到節目 也讓我們聽到經紀人 到底應該做些什麼 應該不要做些什麼 柯耐心你是一個很積極的經紀人 有的時候有稍微over了一點點 但你有辦法 你有辦法去搞定黃國男老師 Michael哥很理性 邝明姐還是個小公主 所以Michael哥你要多體諒 今天非常謝謝兩隊來到我們節目 小燕之夜明天見